王妃这些年在娱乐圈的地位也是牢不可破,虽然婚姻关系让很多网友都非常的板感,但最终还是又与谢霆锋在一起了。 前几年在一起住后,就一直被抱怀欲奔首,这些谣言也再次被打破。王妃自从早些年进入娱乐圈开始唱歌之后,就一直是排行榜第一,不仅声音好听,就连颜值都高。 王妃大火的时候是九十年,如今也已经出道将近二十年了,早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粉丝的回忆。 虽然现在的王妃已经很少唱歌了,但只要是听起她的歌,还是觉得当时的王妃配得上天后的称号。 说起王妃的感情史,那就比较受争议了,出道后与窦维结婚,生下了窦镜童之后,还没几年就声称性格不合离婚了。 半年后,王妃与谢霆锋公布恋情,两人在一起三年纷纷和和最终还是分手。 随后,王妃又与李亚唐结婚生下李烟,没几年两人再次离婚。 王妃与谢霆锋公布恋情,也不得不说王妃的,感情也太乱了吧。 两人自从复合后,就一直消息不断,一直比较低调,也没有参加什么节目。 可两人可是抢进了风头,上进了热搜,王妃在《快乐之城》节目上大出风头,镜头也是非常多,而且情风在《中国好声音》节目上,苦声更是比之前还要高,甚至都已经超过了朱杰伦。 王妃在节目上的表现,就非常的受惠意了,网友都觉得,王妃是那种不喜欢说话的高冷女神,却没想到在节目中暴露了本性,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傻白情,像林家小姐姐,简直跌覆了在我们心中的形象。 这伪装能力真的一百分,再也不是我们心中的女神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